昨天在高一發生了一起意外 有一名女子 她是在小兒部的門枕外面後枕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她的雙腳竟然是滑落到 玻璃牆外面 她兩隻腳就這樣子被卡住 而且可能是因為 在鎮長的過程 她腳上的鞋子也掉落到樓下 當時一開始 有兩、三個人在幫忙她脫困 但是怎麼樣都沒有辦法 幫她把腳給拔出來 所以之後是越來越多的 醫護人員加入這個幫忙的行列 連這個警衛保全都來了 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由於這整個卡住的過程 時間還滿長的 所以這個女子看起來 可能也是有一點脫力 這個醫護人員 有人是拿著紅色的哨把 來幫她把這個小腿給支撐住 就是希望可以找到 這個好的角度 可以讓她把腳給抽出來 最後終於在大家聯合的努力之下 這女子的腿終於是給拔了出來 而高一針對這起意外 也有表示 像玻璃窗這個部分 如果會造成民眾 有這樣子的意外困擾的話 之後也會 眼裡要不要用壓克力板 裝置到底部 防止有病人再一次卡住 或者是有東西滾落 砸到樓下的民眾